在你們享用這支魚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翻面說了 我們還是要注意 烹調還有更危險的步驟 剛剛只是兩顆星喔 現在終極三顆星版本 三顆星就是烤跟炸的烹調方式 所以要來考考大家囉 醃肉的時候加入哪一種食物 可以減少烤跟炸的時候 產生的致癌物體呢 解釋一下為什麼說 烤炸會有醃肉出現呢 因為譬如說你炸雞排 先出雞吃到先醃過 才去炸才會好吃 才會入味 所以這叫做前面前置作業的煙肉 加入什麼會比較好 好 一是冰糖 二是紅酒 三是黑胡椒 好的 一二三 思考一下 有辛香料 這一題有難度囉 有難度 有難度 思考好了嗎 好了 一二三請選擇 二二一 三二 每一個都有 一只有一味 冰糖只有一味 來 龍佳 純粹是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吃黑胡椒和紅酒 你在選擇就是一道具人 沒有 我就覺得冰糖比較 就是貼近自然的感覺 冰糖比較貼近自然的感覺 黑胡椒也OK啊 感覺它是一個很好使用的食材 不然為什麼所有媽媽都很喜歡 假日 這個答案都跟宇宙有接軌 有那個磁場 有那個磁場 對 對 噢 虛無飄渺 有一點 好 但是也很難講啊 我跟你講 答案常常出乎意料 嗯 來 那個紅酒 紅酒 是愛喝就對了 是 買醉 我是用三去法 對 因為你看冰糖 然後跟黑胡椒 就太常出現在這種 醃製烤熱的東西裡面 對 它的陷阱應該就是在紅酒 不一定喔 你在醃製 你通常在這樣 是在烤炸完才加黑胡椒 現在不是喔 是在你醃的時候 就先加黑胡椒喔 有的時候有啊 有啊 有嗎 有啊 就是你在醃東西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冰糖跟醬 譬如說醬油還有黑胡椒 都已經在抓那個肉了 對 而且我們有時候也會放一點米酒 對不對 醃肉的時候會放一點米酒 然後去壓那個味道 那紅酒從來沒有出現過 沒有出現過 就是二郎 對啊 對 所以你是用新奇小物的角度在選 到底是哪一樣比較好 來 湯老師 湯老師 我選紅酒 紅酒 為什麼 其實它紅酒的話 它醃漬 然後它其實可以減低 大概40%的抑環胺 因為我們知道高溫烘調 這些肉類會產生抑環胺嗎 抑環胺會怎樣 抑環胺其實是一個 對身體不好的一個致癌物質 也是抑環物 對 對 那只要是酒類都可以嗎 還是只有紅酒 沒有 紅酒的話大概40% 然後如果是啤酒的話 就高達60% 啤酒 啤酒更好 對 但是啤酒很討厭 因為它是罐裝的 你打開就沒有用 就 沒有用 對啊 你怎麼會浪費呢 你這樣子 家庭冰塊 所以這樣以後我們家庭主目煮飯的時候 就有喝酒的藉口了 對 編主 很正當啊 是不是 再放個音樂 對啊 我在醃肉 那米酒有效果嗎 因為米酒沒有人做過這個研究 對 這個研究是做紅酒跟啤酒 紅酒啤酒 這兩個都OK 對 啤酒是拿來醃肉 它也會增加肉的一個嫩度 對 對嗎 對 會 紅酒也是一樣 紅酒比較沒有那麼嫩 啤酒其實醃的肉比較嫩 比較嫩一點 對 那這個醃過跟沒有醃過的肉 它下去做烤炸 它所導致出來的這個致癌物的差異會很大嗎 請你跟我這樣做 這個醃過跟沒有醃過的肉 它下去做烤炸 它所導致出來的這個致癌物的差異會很大嗎 它滿多的 它是如果你醃過的肉 你用正確的醃法 像我們可以加洋蔥大蒜 然後紅酒 然後醋炸感染油 就可以減少百分之八十八到九十percent的益環胺的產生 對 差很多 但是還是不應該多吃炸的東西 回過頭來是這樣子 因為有很多健康問題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才前面所提到的是所謂的那種油脂變性 那這個燒烤最主要是肉類的話 你精油燒烤的動作當中會導致蛋白質的變性 那剛才其實營養師提到說這個益環胺這個東西 你其實吃多的話 會造成什麼消化到的癌症 包括大腸癌 就是燒烤的東西吃多好 甚至女性的乳癌跟這都有關係 那其實這種東西的話 基本上只要是動物性的蛋白質 其實不只是動物性 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話 它本身都會含有這些東西存在 那只是說我們如何去避免它們 那如果你在這燒烤當中的話 其實這樣的蛋白質變性 後面產生的物質會更多 那更多會造成我們身體的影響其實更大 那所以任何的東西不管是糖類蛋白質脂肪 在你噴調過程中 是要去減少這些有害物質的產生 那如果是像有時候是烤馬鈴薯啊 就是不是肉類的 其他的物質可以嗎 其實所以馬鈴薯它屬於什麼 電粉類 那如果電粉類本身更高溫去的話 它產生的是另外一個 叫以西西岸的這個東西 它本身也是個自癌物質 所以今天我們的所謂的三大營養素裡面 包括糖類蛋白質脂肪 你必須在適度的溫度去烹調 過度的烹調之後 所產生的一些物質都不一樣 造成我們身體的傷害也都是會存在的 那譚老師如果是你的話 除了紅酒在醃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完美組合 到底加了哪些東西是最棒的 對我會用洋蔥紅酒 醋醬橄欖油還有蒜 這個的話它就可以減低至少90% 對但是所有的高溫烹調其實都是不健康的啦 盡量還是不一樣 但那個叫做亡氧補牢法 是這個意思嗎 對只是說真的是很不得意 你真的要一個月不要吃油炸 不要超過兩次嘛 那你真的要炸這兩次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有毒物質減到最低啦 那也許就是一個月可以吃四次 那一定要這樣子 太過分 那素卿 還沒有其他什麼烹調法法 其實也可以是有健康的做法 最主要就是說大家在看這個都會覺得 沒有燉乳沒有油煎沒有油炸 那只要是溫度沒有那麼高 應該就是很OK的了 對 可是有一種啊 其實東西方都常常用的烹調方法 其實也隱含很大的危機 什麼 比如說你喜不喜歡吃酸鹽 當然啊 那你喜不喜歡吃阿燻 當然啊鴨掌好吃啊 對那你有沒有注意過 他們外層那種顏色是怎麼上上去的 或者你的那個燻肉或什麼 它的那個顏色或它的香氣 或它有一種什麼 有一些是這種甘蔗麵 它是怎麼弄上去的 怎麼弄上去的啊 燻 他們燻的過程啊 其實以前我們念食品系的時候 我們過年就得做什麼 做那個燻肉 大家都來烤肉 烤肉的燻 就是我們要用那個特別的木頭 然後有時候加一些糖 然後讓它火上去 慢慢這些高溫產生的物質 就去附著在我們那個肉上面 慢慢附著 然後經過一天我們就看爐子 然後打開 真的太漂亮了這顏色了 對 但是這個東西不就是我們想要 避免萬分不想吃的這些 所謂的放香環類啊 本不比啊 不就是在這些煙裡面嗎 它雖然沒有直接弄到高溫上面去烤 它雖然沒有直接拿到那邊像烤肉 可是它不就是讓這些煙的物質 一直不停的coating在 對 目著在你的肉上面 你的魚上面 你的鴨上面嗎 是 所以現在有一種新的方法 味道特別好耶 對 所以現在有一種就是 你會覺得像燻鮭魚好了 有一種是叫做冷燻 就是像現在發明食品工業發明 叫冷燻就是有那個味道 但是它不是透過這個高溫來做 它只是有一個冷燻意用 GIMPOP得到這個樣的味道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喜歡這種煙燻的味道 你可能要選擇所謂的冷燻的產品 那這種高溫或加熱然後燒柴燒 不論是甘蔗還是燒砂糖去燻出來的 就要適量 這真的不能太多 那如果是用糖呢 糖下去 預熱它也會燻嗎 對 它一樣會冒煙 它一樣會產生一些 碳化或什麼東西燒上去 因為它那麼不會存糖 還是會有一些木頭在下面燒 那個也不好 對 還是要盡量不能太多 哇 那什麼茶鵝啦 對啊 不然你叫什麼 老海福來 好多美食 老海福來 所以它味道都很獨特啊 但是有一些它那個顏色是怎麼上去 它並不是燻上去 它是塗 比如說我在外面塗一層 比如說像麥芽或什麼東西 上上去之後 然後我再利用 有一些是淋油 或者你以為是燻出來 其實它是油炸出來 它就淋油之後 它就會上色上在上面 或者它這個時候烤的時候 它就不用那麼燒那麼多 因為它已經顏色在上面了 所以它有不同的程序 那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之後 再決定它可以吃幾次 哇 但是有人說燻或不是燻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有些是看得出來的 有些是看得出來的 你就看它的比如說 鴿子窩啦 或是有些比較皺摺處 你知道嗎 可是你有沒有都切塊了 你也看 沒有 你要看皺摺處 皺摺處 如果它的顏色是比較漸層 或者說它很完整 那你就可以用燻的 不可能是完整的 對 你懂意思嗎 你有沒有 並沒有把它這樣子撐起來 對 你不怎麼這樣子去嘛 是這樣 對 那王醫師是不是還有什麼提醒 如果我們真的喜歡吃烤啊炸啊 在烹調的時候 怎麼樣才能健康吃呢 第一個 我們先知道各位媽媽 不要為了小朋友 小朋友都覺得說 這邊 右邊這個比較褐色的 看起來比較可口美味 那一般來說 只要炸到這種金黃色的 淡黃色的 大家就要小心了 叫做已經就OK了 到這邊的話 就已經是過量了 我們常說 那再過來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蛋白質變性 跟外面裹的這個粉 澱粉也會變性 對 所以不管你是用澱粉 用什麼太白粉 或什麼抹糖的話 本身如果說你溫度過高的話 它澱粉變性 就產生已濕西安 秉濕西安的話 它本身也是個自來物質 所以基本上說 大家炸東西要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 也不要沾太多東西 一點點就好 溫度不要過高 顏色控制的話 那一個禮拜不要吃超過兩次 基本上還是OK的 所以你的範圍比較寬一點 一個禮拜不要超過兩次 因為說實在 你可能會吃到炸排骨 或炸雞腿 因為便當很難 對 沒錯 剛才貴單位的中午便當 就是炸排骨 這個一個禮拜的code 就認掉一次了 我們是為了符合今天的主題 我們特地叫的 了解 而且很多餐廳的菜 它都先要炸鍋 對 才會爆料 那到底要怎麼樣正確的來醃肉 還有我們的炸烤的一些方式呢 來 我們請譚老師示範 我們今天試試看 來 聽你說我醬子 因為我們剛才貴單位的中午便當 就是炸排骨 這樣今天 這個一個禮拜的code 就認掉一次 我們是為了符合今天的主題 我們特地叫的 了解 而且很多餐廳的菜 它都先要炸鍋 對 才會爆料 一定 那到底要怎麼樣正確的來醃肉 還有我們的炸烤的一些方式呢 來 我們請譚老師示範 來 譚老師 那我們今天是要用什麼肉 一些材料來做醃跟烤炸 我們其實很簡單 就用一點紅酒 然後它要有洋蔥 然後它算要切碎一點 蒜末 對 蒜末 蒜末不用多 兩瓣就可以了 對 然後再加一點點粗大的橄欖油 一點點就好了 真的是一點點 量都不多 紅酒量也不多 對 然後就把肉放進來 然後把它抓勻 什麼樣的肉都可以用這個 對 都可以 不管是牛肉或者是豬肉什麼都可以 然後抓勻之後大概醃6個小時 6個小時 要放在冰箱裡嗎 一定要 一定要放在冰箱裡 如果你要在冰箱裡 等一下 你用醃黃骨汁裡嗎 然後可以再加一點檸檬汁 一定要6個小時這麼久 對 6個小時的話比較容易 就是說你等一下在炸的時候會比較OK 而且這樣再加點檸檬汁 對 加點檸檬汁 那你也可以吃到最後的時候 再加一點黑胡椒鹽去調味 對 要怎麼做出好吃又健康的紅酒醃肉呢 只需要下面幾個步驟 準備一個大碗 倒入適量的紅酒 洋蔥 再加上蒜末 搭蒜大概兩半就好 不用太多 接著加入粗炸的橄欖油 一點點就好 再把肉放入碗中抓勻入味 也可以加一點檸檬汁和黑胡椒調味 這樣醃漬六個小時就完成了 當然要記得放入冰箱喔 硬好麗麗麗 對 然後我用這個等來 其實我是不炸東西的 所以我是直接 只是為了我們示範的 對 但是沒關係 要開火了嗎 還是有另類的炸法 也不要開火 另類炸法 對 它好像很像烤肉耶 對 你的料理法 這是多年來都做嗎 對 我都是一直是這樣子做 對 然後所以我們家沒有什麼 而且我煮飯很快 所以我們家每天開火就是都很快 對 然後就 我們把它全部這樣子鋪滿了 有沒有 這樣鋪滿 但是你可以這樣鋪滿 那個肉都不能太厚 對 就是薄薄的 對不對 原則是這樣 餐 有辦法這樣 對 時間也夠快速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它就是開火 田老師你的那個料理法 都好適合那種菜鳥 因為我們只要一開火的時候 就會開始緊張嘛 對啊 可是可以再很過 所以我先把它準備好 對 所以其實我就是因為我廚藝不好 所以才一直用這樣子的方法 對 剛剛妳那個魚隨便弄 隨便好吃啊 真的 對啊 已經吃完了 對啊 屍骨在這 屍骨在這 對啊 屍骨在這 那妳要不要加水還是什麼 都不要 都不要 對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用感染油醃了嘛 那就等它慢慢的變色 對 好 那剛剛我們在醃料上面 因為有紅酒啦 之類的 洋蔥嘛 所以我們可以降低我們所謂的致癌物 對不對 對 市面上有很多人他說 我可以降低很多不好的東西 他用 紅酒 紅酒 紅酒OK嗎 因為紅酒它是要發酵的啦 對 所以比較不建議 不建議 對 但他們都標榜說什麼降低膽固醇 降低什麼事對不對 對 確實是 如果有紅麴的萃取物 確實是在一些臨床實驗 它確實可以降膽固醇 但是紅酒或紅麴 第一個 紅酒的濃度可能沒有用到萃取物那麼高 第二個是紅酒的產品 或什麼紅麴米這些你要注意事 事實上在例行的真菌的毒素篩檢的時候 偶爾會檢出所謂的 橘霉素 就是說如果你在發酵的環境的控制 不是那麼理想 那個菌會順便再產出 副產物就叫做橘霉素 對 那那個也會導致你身體 對 那也是一樣是一個致癌物質 可能會造成一些 當然它的致癌性沒有黃麴毒素那麼嚴重 它是相對好一些些的 但是就是說你還是不能常吃 好 我們需要什麼時候才翻面嗎 所以它有點點白的時候 一面熟了 翻面 對 然後就是等一下就變了 所以比起烤跟炸 煎相對還是安全一點點 比較安全 對 就是你不要太高溫 其實再好的食材 你高溫風調的時候都會 變質力也不好 對 都會容易變質 因為我發現譚老師他 我抓到他幾個重點 他盡量讓他會變化的條件降低 譬如說油 他就少用一點 他就降低了 像這裡就不用油 就不要用了 對 然後你也不會喜歡熱炒 我沒有熱炒的習慣 妳沒有熱炒過 對 炸的 熱炒 其實我不做乾式的烹調 就是說其實我比較喜歡 真粗 對 降低它的溫度 因為你再好的食材 假設你是高溫烹調 都很容易便化 對 然後我比較喜歡少油的料理 所以儘量不要用到油 因為你乾式燒法 你要用到很多的油 或者是讓它的油脊釋出 那我尽量就是不大喜欢 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煎 或是炸熟的时候 我们用颜色来稍微的辨别 到底它有没有变化 就是尽量不要焦 不要变深 对 像过去曾经台湾 演进那个巴西窑烤 那常常就是要烤得 非常的黑掉的 然后好像就觉得特别好吃 其实那个黑掉的东西 就千万不要再吃了 那个呢 你的黑的定义是指 像黑炭那样 对 就是黑黑的 生咖啡你就不吃了 其实原则上 生咖啡就不要吃了 对 所以简单就是 专家的标准不一样 真的 我们都以为是要 你结贤的标准又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结贤是只要变焦炭了 我们才会丢掉 好 OK 就这样 OK啦 有熟吗 真的吗 都熟了 对 其实大家都以为 在煎肉类一定要温度够高 我曾经看过一次 人家现在流行中低温法 煎鸡排 他用中小火 然后慢慢就说怎么可能熟 熟了 中低温 很厉害 好 来 帮我们吃吃看熟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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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第一个 好多一遍 好香 很香 很香 好香 红酒的味道 好吃 而且肉很软 真的 有熟吗 有 有熟了 你们怎么这样 我今天可能这样都不动 对了 对 然后你吃完 就不会这么高 红酒 煎猪排 那老师可以加香料吗 米蝶香 其实那到最后的一些 就是你要真的要下锅之前 你腌完这些解毒的这些方式之后 你可以加一点盐或者是胡椒 或者是你想迷迭香什么都可以 对 就是你可以变化 但小孩子也不容易吃你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诀窍 要很薄 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他们在那边 对 你就不要烹热的时间不要太低后吃 真的好吃 这吃起来像餐厅料理出来的美味 所以老师只有加胡椒跟盐而已 对 好香 刚才一直怀疑你熟 好坏 刚才老师 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教导一下 就怎么样掌握一个 我们健康烹煮法的原则比较好看 其实就是不要高温烹調 其实我刚刚讲的 不管你的食材多么好 多么健康 但是你高温烹調的时候 其实 第一个破坏它的营养素 第二个其实是在家的致癌物质 同时新鲜均衡最重要 是 好 掌握以上的这些点 我想我们在家里面越吃越健康 好啦 赶快结束 那你继续吞了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看那个实验室的那个报告啊 那个水啊 你给它爱的那种感觉 还有快乐的感觉 漂亮的结晶体 黑水 脸也会 神经的 我会发现被开水在那边 让它听音乐 对 这样子 对 明天晚上八点 请你跟我讲过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